综艺天王胡瓜率领祖地兵欧帝天心即将南下主持跨年活动 12月26日身为主持之一的天心开始为舞蹈独秀部分加紧排练 被两名南墓舞者悬空评举让他食不后怕 听闻号角翔起料化要把侯佩层的衣服发光以波收拾 天心也笑颜回击 夜市造型师会以猜一年演唱会的规格为他量身镜索 偷视装给佩层好看 这就是台北厂是佩层跟号角翔起 然后跟说号角要把佩层发光 哇 你这有没有什么要应对的对抗的佩屏 佩屏 你发光了 嗯 嗯 的 是不是 那我们就想想好不好 配层是不是 对 怎么给他好看的不可能的 哈哈哈 是不是 好 我们来想想的 有 我这次的服装觉得我自己看完的时候都觉得 哇哦 蛮害羞的 就基本上就是把重点部位就是 点一点 遮一遮 其他的 就是整个就透视装啊 对啊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 谢谢我的那个服装造型是整个就帮我当 蔡依林演唱会再做这样 对 然后还都蛮厉害的 除了热歌进五三位主持人还将在晚会上加入魔术表演 欧帝要以魔术把胡瓜和天心平空变出 现场直播更让首次参与大群魔术秀的天心感到十分紧张 变魔术就是 如果我往最坏的地方想就是我没有变出来 哈哈哈 是不是 那就 小伴姐我就不见到不是 就完蛋了 一定不能失误 其实我很紧张 我发现到 都还蛮难 因为每个环节不能出错 因为一出错就 做音乐啊 做东西都环节的很 都衔接的很好 如果是没有 不在那个拍子上 那个点没出来 那就是真的一个娃 就大家傻眼 对 不会出错 Live的节目不可以出错